謝謝 大家好 建勇市青年事務委員會 正式成立 市長謝國良 親自向每一位青年委員握手致意 希望我們這邊討論出來的東西 如果真的不可行 我們就不要把它通到結論裡面 如果可行 但是需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就慢慢來回話來說 如果可行 又可以在可看到的日期裡面 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趕快來落實 全在3月29號青年節這一天 建勇市第一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正式成立 謝國良頒發聘書 除了肯定青年參與公共事務 讓公部門能夠聽到年輕人的心聲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基隆市首次成立我們的青年事務委員會 那我必須講 在我們之前 基隆市目前從未成立過 這樣子的一個青年事務的組織 那小愛爸爸最喜歡跟青年朋友 在一起談很多青年朋友 這個現在碰到生活的點點滴滴 因為在我心目中 我都會覺得這是小愛長大以後會去碰到的 所以我也一方面很關心 一方面也非常好奇 但是重點是我覺得這個青年事務委員會不是拿來開會用的 是要提出具體的政策 然後讓我們大家能夠來落實 所以我今天也在會中會跟這些青年朋友表示感謝以外 重點就是我們要具體離出一些真正對基隆青年可以有政策上 措施上能夠真正關心到他們的一些事項 然後我們要具體要想辦法來落實它 落實反而是我會覺得在這個青年事務委員會裡面所形成的結論最重要的一個方向就是落實 市長謝國良強調市府江偉和青年代表持續雙向溝通交流 取許透過這個平台讓基隆城市充滿活力和衝勁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